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随着现在单身的人群越来越多 人们为了找到一个精神寄托 都很喜欢养一些宠物 温顺可爱的宠物能够陪伴我们一段时间 但是宠物的寿命比人类要短得多 就好比狗狗的寿命一般来说只有十多年 可能好多从小陪着你长大的宠物 现在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狗狗家的日子 如果狗狗出现了这几种表现 可能预示着狗狗快要离世了 一,吃东西少了 狗狗的胃口是最能反映狗狗的健康状况 如果狗狗身体特别健康的话 它的胃口也会很好 当狗狗的生命到了一定的极限后 它就吃得特别少甚至不吃了 二,走路摇摇晃晃 这种时候就是狗狗无法支撑住自己的身体了 走起路来东倒西歪 就像我们老年人一样 有时候伸出来的舌头很难伸回去 只能够在外面挂着 三,受伤之后伤口很难愈合 这种时候一般都是老年狗了 受伤之后很长时间才会愈合 一般来说狗狗的自愈能力是比较强的 愈合不上就是快要不行了 四,总是想要离家出走 狗狗是很通人性的 当它们感觉到自己快要不行的时候 为了避免主人伤心难过 就会选择离家出走 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 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关注分享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